来自芝加哥的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总会长庞宝生 任前到洛杉矶参加第八届全球华文网络教育研讨会时表示 华语文的教学十分需要和年轻的职场人士结合 同时也要和乔委会共同推动华语文教学国际化以及年轻化的政策 全球华文热的时候 那我们乔委会能够迈向国际 那将来更不容易 也就是说能够持续朝这个方向去 那么会带动我们的下一代 跟这个进入职场的二十多岁的二三十岁的华商 能够连接起来将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乔委会我们的乔委会朝这个方向走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在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各地方的我们的理事 跟我们的各地方的会长能够整个连接起来朝这个方向去 那么相信一定会为我们国家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bien